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Banana Property 今天帶大家來到近期很受香港人歡迎的英國中部城市Telford 今天我們很高興幫業主收一間四房連車房的獨立屋 這間屋將會自住,當時的購入價是39.5萬英鎊 發展商就是Barratt Home 這個屋苑的配套方面行路5分鐘會到附近的Supermarket 3分鐘會到附近的巴士站 駕車5分鐘會到Telford City Center和大型購物中心 在Telford 乘火車39分鐘會直達Birmingham市中心 我們看到這個屋的外觀不是傳統的,只有紅磚 亦有配色的設計 我們經過Drivery去看看車房 Drivery看到剛剛至少拍到兩三輛車都沒問題 車房的內籠就是這樣 車房的尺寸也很不錯 車房的尺寸也很不錯 我們今天收屋之後也會安排驗樓師 幫業主驗樓和做檢查報告 在那個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電鍵 在這個位置 我們沿著Drivery,進入屋裡參觀 屋內的開職和設計 前面有些花草 事不宜遲,現在進入屋內參觀 一進來,看到有條樓梯在前面 右邊放了電箱,也有少少儲物的空間 來到左邊,就是客廳 這個客廳真是絲絲正正,完全沒有浪費任何一吋的空間 這個客廳前面有窗,後面亦有玻璃門 採光度自然就很好 採光度好之餘,業主就加裝了不少單燈在客廳上面 所以用起來就會很乾硬 我們走出去,這邊參觀地下 還有一間房 所以這間房間嚴格來說,可以叫做五房 這個房間有兩個窗 這間房間的用途很大 可以作為一間study room 現在home office那麼流行 或是gym room也可以 如果家裏有長者的話,亦都考慮可以作為一個長者的房間 不需要經常走上走下 樓梯底就少不免有儲物空間 剛剛說的廁所就在這 廁所都做好了 長磚鋪好 好,我們參觀一下這間房間的廚房連飯廳 鏡頭看來這邊,可以看到很多廚櫃 天花還安裝了不少單燈在上面 我們看看廚櫃到底收藏什麼 這裡有一個boiler Oven 電磁爐 抽油煙機 都是基本配置 還有洗衣機 避餐空間也很充足 看到櫃面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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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英國 很多家庭都會用 全部都全新電器 還有這個廚櫃 還做了一個 小小的燈飾 去做點綴 廚房看到有不少的窗 採光也很好 這個值得一讚 玻璃門走出來就是後花園 這個後花園 大家看看 綠油油一片 Size 非常之大 我們在這邊 拌一拌給大家看看 這個花園大部分地方都鋪了真草 真草剛剛鋪上去 看回房子的背面就是這樣 右手邊就是剛剛看車房的位置 好了 趁這個時候 就介紹一下Telford這個地區 Telford這個地區 這個屋圈來說 那個交通就很方便 配套 剛剛看到 也有很多香港人 鍾情於你的區 剛剛來的時候 也看到有不少香港人 住在這個屋圈裡面 還有Telford 比較多新樓盤 你知道香港人 很多都鍾情於新樓盤 出入所有東西都很方便 樓梯鋪地毯 我們先上樓上參觀 樓上有四間睡房 我們首先看第一間 第一間睡房 進到這裡 看到 放到雙人床絕對沒有問題 可以多放一個衣櫃 窗可以看回前面的前院 同樣 間隔也很好 正正方方 對 凹凹的地方 可以放在衣櫃或梳桑桌 好,第二間睡房 第二間睡房在這一邊 這間睡房也非常好 這間睡房的賣點 我自己覺得是個景觀 大家看看 整幅畫 就像一般 另外一邊 另一邊 這一間 看到的尺寸也知道 是主人房 主人房 當然不同 看到有兩個窗 善用了獨立屋的特點 所有牆都是自己的 所以有條件可以做更多的窗 看到業主,加裝了單LINE和入場櫃 稍然帶大家看看 主人房 當然是小不免兔子 兔翅就鋪了全部磚 而且是用橋桶的設計 沙瓦 全部鋪了磚就不用怕廁所潮濕 這邊有個擺毛巾的radiator 這裡整個都是入場櫃 用盡所有的儲物空間 我拉過櫃都安裝得不錯 都很順的 看完主人房就看了Family Bar Food Family Bar Food也是鋪了全部長磚 長磚鋪到上天花 這個Bar Food是用浴缸和沙瓦的 也有單按鈕 最後參觀最後一間睡房 這間睡房進來 擺放到雙人床絕對沒有問題 也對,好像剛才說 有兩個窗 另一個角度 好,看到這裡來到今集的尾聲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請推薦給大家的親戚朋友 去看 我們公司自力在英國 幫香港人置業 還有租樓買樓 裝修維修 都可以找我們幫忙 好,我們先看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